这个女人名叫布兰达 是一名警长 今天洛杉矶的中央公园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个人遇难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消防员又从大火里背出了一名遇难者 而消防员也因为吸入过量浓烟而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据调查五名遇难者里面有两名消防员 一名徒步旅行者 一名打高尔夫球的男人 还有一名死者 目前警员只能确定是女性 因为她身上没有携带证件 所以还确定不了她的身份 这时候拍摄现场的警员无意间在围观者中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目 竟然是曾经被布兰达证明被错拍而无罪释放的纵火灌犯比尔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这次的案件又跟她有什么关系 很快试检结果就出来了 五名死者中两名被枪死两名被压死 唯一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位没确定身份的女性尸体 因为警察是从峡谷中发现了她 所以初步断定她可能是流浪者 但法医却发现她的牙齿健全并且还挑白过 这可不像流浪者可以做的事 并且她的肺部没有烟熏的损害 这说明她在火灾开始之前就已经死了 法医分析她的死因应该是头部被中击 之后有人想毁尸灭尽 所以才进行的焚尸 之所以说焚尸是因为死者的身上被淋上了大量的酒精 而中央公园的起火点应该就是这个五名女士了 第二天 布兰达队把五名女士带出火场的消防员进行了询问 这名消防员的名字叫汤姆 她因为吸入过量浓烟所以才刚醒过来 汤姆给布兰达指出了她发现尸体的位置 她说她之所以能找到尸体的原因是她就是冲着这个地方去的 因为这里时常会有一些流浪者出没 他们经常在那里点火煮饭 所以干燥指数升高的时候 消防员就要负责把他们赶走 汤姆还说他们前天才刚刚赶走一批流浪者 按正常情况他们一个月内都不会回来 但前天他们赶人的时候 有个男人似乎对他们有些生气 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 可他戴了个帽子挡住了脸 还满脸的大胡子 汤姆也没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汤姆可以肯定他不是流浪者 警员拿出了几张嫌疑人的照片给汤姆看 里面也包括了比尔 可汤姆因为没看到男人的样子 所以没能指认出到底是谁 案情进展缓慢 因为布兰达始终搞不明白这名纵火犯是怎么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 就在警员们在办公室里全力调查的时候 比尔竟然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警员们都以为他是来示威的 可比尔却说是来帮他们的 因为警方显然又把这种拙劣的纵火暗算到了他的头上 于是布兰达带着比尔来到了中央公园的起火点附近 可比尔却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很快他就找到了焚尸的地点 比尔在遗留的灰尘里找到了钱包和身份证的残骸 布兰达问比尔 这堆残骸附近没有被烧过的痕迹 为什么火烧到了那边 很快比尔就找到了答案 他看了看四周 显然这里曾经被人清理过 凶手为了避免火势蔓延已经把周围的草给拔了 还堆成了一堆 显然是想要焚尸以后带走的 但因为引起了大火 所以没来得及把现场处理干净 因此比尔推测这场大火就是个意外 接着他从被扑灭的大火残骸里 找到了一个老鼠的尸体 看来是凶手在焚尸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只可怜的小老鼠也给点着了 老鼠因为吃藤拼命地逃窜 于是这只着火的老鼠就点燃了这片干枯的灌木葱 不得不说罪犯永远最了解罪犯 如果论对火的了解和执着 没有谁能比得过比尔了